所谓的内聚力好就像麻吉一样 你咬了一口 它还是维持它的形状 曾经有发生过 异物放进去再拿出来 我们发现那个异物已经不是原型 它可能已经是凹一个角落 代表它里面的胶体 内聚力好的异物就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大家好 我是如意整形外科萧毅君医师 现在想要龙尾的女性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们知道龙尾的材质跟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了 当然各家厂商都会希望 我们的义乳是越来越像珍奶 再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摩迪跟其他的材质 有什么样的差别 在我的左手边 这些是曼陀光滑面的义乳 这是圆形光滑面 这是女王波 光滑面的材质的好处是比较柔软 但是相对来讲 它的夹膜软素率比较高 所以厂商后来就发明了 这个叫做绒毛面的义乳 它的绒毛的来源 就像一个撒上去的盐巴或者是糖粒杂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表面 它其实是粗糙的 粗糙面的好处 夹膜比较不容易附着在人体 所以夹膜软素率比较低 但是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就像砂纸 砂纸天天磨着皮肤都会不舒服了 更何况是在体内 所以它也会衍生一些问题 那柔滴义乳的话 它已经有改良了表面的绒毛 变得比较细的颗粒 但是始终它的绒毛面 还是没有办法到更接近光滑的等级 在医学上呢 我们把义乳的表面材质分成四个等级 分别是第一级到第四级 摩迪乳的奈米丝绸面 它被归类到第一个等级 所以它是相当的柔软 由于它特殊的纹理 是我们人体对它不会有太多的免疫反应 也就是说 夹膜软素率会相对的偏低 这就是摩迪乳的好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义乳 就是一个袋子里面装着细胶 100cc的袋子 它装的是100cc的细胶 这就叫100%的填充 如果100cc的袋子装的是80cc的细胶 那就叫做填充率是80% 在市面上目前以摩迪来讲 它的填充度大概是100% 再下来呢 可能就是女王波 四肢是柔低 然后填充度偏低的是 原型毛毛面跟原型绒毛面的义乳 由于填充度比较高 有些人认为说 它是跟夹膜软素率的预防有相关 那这在医学上是有相关的论文 但是还没有得到一定的定论 但是我们可以确知的事情是 填充度相对低的义乳呢 由于它的填充度比较低 所以它在站立的状况 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纹路 那这个纹路呢 在我们实物上看到的就是水波纹 也就是有些患者 他在做完手术之后 他可能在视觉上看到 是有凹凹凸凸像波浪这样子 我比较要水波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会关心填充度的部分 因为填充度越高 相对水波纹的机会是比较小的 而填充度低的话 水波纹机会当然就会比较高 这个就可能真的要身形比较丰满 本身的乳房组织 比较厚的女性才会比较适合 最早的时候呢 义务的里面是充填的盐水袋 这个好处当然是说 这个盐水假设有破掉或渗漏的可能的话 对人体是完全没有影响 但是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我一颗气球里面装了水 摸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Blow Blow那种感觉 所以有些患者早期在做盐水袋 还说跳上去 这个落地的时候会听到水声 后来呢 厂商就发明了所谓的细胶的胶体 但是这个细胶的胶体在这么多年来 也有经过了非常多的演化 摩滴现在是用所谓的4D流动胶体 简单来讲 它分成流动性跟凝聚力两个问题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呢 随着时间呢 这个4D流动胶体 它会慢慢的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 机图在我们的身上 应该是要跟着真凶一样 随着不同的姿势 而有不同的形态改变 那我们看到这个胶体的呈现就知道 这就是所谓流动性的问题 大家一听到内聚力就会想知道了什么东西 对我食物上会有什么差别 我们来试想 如果今天有一个麻吉 跟一个果冻在你的面前 所谓的内聚力好 就像麻吉一样 你咬了一口 它还是维持它的形状 但是如果是这样果冻 有时候你汤匙一放下去 它是不是就碎开了 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形状 摩滴义的材质 它的内聚力是相当的好 所以在食物上 如果说它有发生易乳破裂的状况 它并不会乱流 它就像麻吉一样 还是维持原来的形状 一个内聚力好的易乳 我们可以用比较小的切口 去把易乳放进去 而不怕损伤易乳 而相对来讲 如果内聚力不好的易乳 我们用一个小切口 放进去以后 易乳在经过挤压 它的胶体会产生破裂的状况 曾经有发生过 易乳放进去 再拿出来 我们发现那个易乳已经不是原型 它可能已经是凹一个角落 代表它里面的胶体发生了断裂 内聚力好的易乳 就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最后要提到的事情是 有关于风膜的部分 什么是风膜呢 一个易乳带里面 盥系胶进去 是不是要有个盖子把它盖住 在其他的厂商来讲 的确是这么做没有错 而这个盖子跟带子中间的交界 也常常是易乳会破裂的一个 常发生的点 但摩底易乳它是一起成型 所以它并没有所谓 这个盖子跟外壳中间的接缝 也就是为什么它的破裂率会比较低 那摩底它用的是 所谓的高弹力外膜 这高弹力外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一个10公分的橡皮筋 我可以拉到45公分 还不会断掉 这样的高弹力外膜 可以让我们在临床上 用更小的切口把易乳放进去 如果在手术中 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切口 当然术后患者的疼痛会减少很多 除了高弹力外膜 摩底用的是奈米丝绸面的表面 它可以有效地降低 夹膜卵做的发生 所以我们在食物上会请客人 在术后的按摩上是非常的精简的 并不像有一些传统的义乳 需要比较大量的术后按摩 来减少夹膜卵疏率 所以接受摩底融乳的女性 她术后的不方便度 疼痛度跟按摩的需求 都比原来的义乳少很多 以外表的材质来说 摩底是奈米丝绸面 以夹膜卵疏率来讲 摩底的访单在台湾的食药署 呈现的话是7年的甲膜卵疏率 少于1% 相较于其他义乳要来的比较低 保过的部分是指在一段时间之内发生问题 厂商会提供一颗新的义乳来做置换 在市面上的义乳 大部分都有一段时间的保固期 再来呢 什么是保险 这就比较特别了 就算提供新的义乳 不代表这个手术的费用是可以免除的 摩底的厂商呢 它是提供了一个比较特别的5年的保险的服务 也就是如果做了摩底的患者 在5年内发生了夹膜卵缩3-4度 或者义乳破裂 摩底义乳的厂商除了他会提供新的义乳以外 他还会有一个最高2500块美金的手术费的补偿 大多数的患者如果真的经历了这样的事件的话 他重修的手术费用可以降到非常的低 所以从观来看 摩底的确是一个相当令人值得信赖的义乳 乳乳手术是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决定 除了选对医生 当然还要选对义乳 才会得到一个符合自己预期 然后让你开开心心的一个结果 最早发生的 最早出现的有好 除了奈米斯 不是除了奈米斯 我们是除了高坦力玩吗 对不起 好再一次 好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